卖力踏着飞轮有氧重训统统统来 冬奥高山滑雪好手何秉锐 反台隔离不忘锻炼 因为已经有下一步计划 结果就是还蛮失望的 那有在萌生这种 就是是不是应该再拼下一届这个想法 是有这个开始有这个打算 头目连线滑雪女将李文怡 隔离模式开始自我训练了吗 还没有这种东西耶 我现在还没开始动 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终于比完赛这样可以放松了 我其实还是想要去拼一下 2026的米兰冬奥 汉堡鸡块加沙拉 另一餐吃传统乳肉饭 加三道配菜 冬奥选手入住一晚四千八起跳的S Hotel 不过眼尖民众发现 这回待遇似乎和东京奥运不一样 同样是国手反台 总统早餐送上卤味加烧饼油条 一解相愁 这回的冬季奥运怎么没有 不会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了 今天这间饭店很贵耶 总统府回应别担心 台湾美食准备中 至于外界关注的冬奥开幕 闭幕撤换掌器官和黄玉婷是否有关 对黄玉选手的 我部分可能不太方便做评论 选手们爆内幕 原定18号就要返台 直到闭幕前两天才知道要出席 谁长期也是这时才决定 因为其实我本来以为是不会轮到我啦 因为我是四个里面年纪最小的 可是因为就是重重的原因 所以最后还是轮到我了这样子 就是他们就先跟我们讲说 就是可能要撒毕幕是这样子 然后再跟我讲说就是要教我去长期这样子 学生们骄傲能代表台湾为国争光 不过黄玉婷的队服风波 似乎也打乱了原定计划 据新闻林耿贤 陈晓涵 于家伟 刘威婷采访报导